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第35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详实低调出售物业 首先要在这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大家也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广告有点长,希望各位容忍一下 希望大家记得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这条片给朋友,如果看完之后可以赞个赞就最好了 北斗翁,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各位,我们在上一集第349集,说澳门博彩业的前景 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朗,不过也没办法 正如我们所说,这个政策的改变对很多生意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经常都说的,只有两句话 要么就逆来顺受,要么就另谋高就 如果你觉得真是顶不住的,唯有就要离开这个市场 澳门的博彩业影响了整个澳门的经济 希望就像澳门政府所说的,一切以稳定为大局 当然,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澳门的国际形象都会烟烧云散 不要说将来还想成为什么国际金融中心 这次我们回来香港,就想说一些题材 又是关于长实的 事实上,长实的确是有很多的新闻 或者很多的商业上的活动是不断进行的 最近,李泽巨就来了一个商龙出海 那怎样商龙出海呢?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他的长和集团 长和集团终于都跟印尼的电讯商商谈得碰 两家公司合并了之后,就将会成为印尼的第二大电讯商 这件事是好事来的 我在IG也有说过的 就是说如果两个敌对的可以合并的话 变成朋友的话,大家齐齐搵吃 就好过大家互相竞争 不过这件事还要等最终的有关部门要通过之后才可以成事 另一个出海是什么出海呢? 就是这个长实 长实原来又有东西卖了 的确是卖了上海的物业 不过这次卖得好鬼暑 原因就是报章都已经说完了 另外,那个买主也说完了 也出了新闻报道 但是他始终不肯出 直到今天才肯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呢? 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其实这条片应该就要在昨天,即是星期日就要出的 只不过就没空了 所以就推迟到今天 但推迟到今天的话 局势又已经不同了 还是急剧地变化了 对上一次,譬如说星期五 长实的股价就非常之好 因为它可以咬腰由原本跌得很深 然后就升回上来 幸好还可以升回一毫子 你看看这幅图就知道在临收市前是好 这件事当然就是开心了 原因是什么呢? 没错了,原因就是有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就是 欺慎14号 他动用了42亿人民币 所以就向长实这个公司买入了上海的世纪盛会广场 这一次如果卖得出的话 长实就可以收到 或者可以得到 大概是21亿元的人民币 即截实大概是26亿元的港币左右 这一次应该就挺好景的 问题就是 卖了这些东西出去 会不会又令到阿爷不高兴呢? 这一件事我觉得才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长实 每次都不肯公布呢? 不过 怎么都要公布,今天就公布了 不过这一宗消息出来了之后 欺慎的股价反而还跌了 在上星期五就跌了大约2.5% 不过这个没办法 大家的策略有点不同 一个看好,一个看淡大陆的市场 即管看看哪一个对 至于这个商场的位置 大家可以用这一幅小小的图 可以看到其实是挺帅的 不过原来是未入伙的 其实长实出售资产是很小的 尤其这个project加上都是40多亿 你猜好像几年前的长江 卖出了中环中芯400多亿那么大单吗? 不过这一单都挺个人的 首先,在条款上已经有点个人之处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欺慎 是买不成这一栋楼的话 就要有赔偿金 大概要赔回3.5亿元的人民币 大概是4.24亿元给长实 所以长实卖得成又有钱收 卖不成也有钱收 至于如果是长实 违反了这个合约条例 那又怎样? 没事的 最多是收了你的订金退回给你 它又没有损失的 所以这个条款对这个长实是好处最好的 欺慎似乎是比较被动一点的 至于这个 上海的世纪盛会广场 它是一个写字楼和商铺的混合体 建筑面积大概只有9万平方米 是一座24层高的大楼 兼且有三层的地库 其实这一栋楼现在是处于空置的状态 所以说其实未有租金的收入产生出来 所以即使长实卖了它 套现的钱肯定有赚 所以下一年的业务上 业绩上也不会因为少了这一栋楼 少了一些收入和盈利 因为这一家现在是空的 床实在内地其实也有很多project 有一些project已经是完成了 这一窗图里面 你能看到红色的图是在上海的物业 这个其中一个在真的很穿上fö variables 就是这次的主角 是因为这一栋楼也会被人卖出去 其实只是在上海 其实已经有很多物业卡 可以等待出售 问题就是,如果你逐件逐件出售,会不会有惹起阿爷的注意呢? 你知是李嘉诚现在在阿爷的心目中,根本就是一条刺,分分钟被扔了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最近在《明报》听到一则的新闻 这一则的新闻,我觉得非常不努力 不过将来有机会,我们就会再详细地说 事实上,这一段新闻在香港股市里已经呈现了一些影响 这就是《牢透社》说出来的 北京是催促发展商帮助解决香港楼市的问题 政府也希望可以加码建造过度房屋 要求所有地产商要配合 事源就是这样的,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发展商 都运用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去维护国家的利益 协助政府解决房屋短缺的问题 哇,这件事这么说,很多人害怕 所以就会有这个叫做土地共享的计划 之前有共赴,现在又叫做土地共享 所以令到香港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得益 因为政府大力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有人得益,始终会有人有所损失 而这些损失的肯定就是落在这一班发展商身上 地产建设商会的主席梁志坚在明报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相信无论中央或特区政府都不希望看到发展商有垄断的行为 我不知道怎么叫垄断的行为 所以他们说发展商很希望一直跟政府有紧密的合作和沟通 另一段新闻中,中央官员发放消息 说给香港的地产发展商知道 他说,游戏规征已经改变了 中央不愿意再容忍有垄断的行为 这件事说出来当然会吓死人 接着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人就是合伙主席胡应商 他就这样说 他说,其实北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些什么 但是要求要解决问题 北京并非不耐烦 但是希望施眼叫我们去帮忙做些事 另一个地产发展商的高层就没有说名 他就说中央政府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期望 但是也没有说到期望是什么 他就是说,只要我们向社会回贵多些 我们就可以继续做生意了 这句说话已经够取名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给社会的话 你就不要在这里卖食了 一听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太妥 但是有什么不妥呢?我现在一时半刻又说不出 其实这个长实集团的股票 现在的股价是积极得很重要的 但是李泽巨和李嘉诚这两父子 其实就不断地增持 而且在最近一共增持了大约152万股 持股量令到李泽巨已经去到46%过外 不过相信这一次的行动他们会继续 但是继续的话也不代表股价可以顶得顺 因为今天其实很恐怖 我们的地产界就好像被人洗牌一样 这个长实集团现在我看到的跌了7.9% 是42.5% 说多个消息给大家听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价位今天再买入 那我就不信它会继续跌下去 没办法 我们这些就是比较死硬派的 觉得有机会的就是博一博 至于博不博得过 其实就很难说的 其实如果看回这个RSI的话 你会看到已经去到17.9% 是远远超卖得很厉害的 所以继续一续 希望真的没有频道 今次长实又把上海的物业卖出去了 其实会不会有后遗症 现在还未知道 长实透露了在内地里面 他们一共有超过50多个房地产的项目 是遍布在20多个城市里面 而过去那10年里面 平均每年的销售额都已经去到 是接近300亿元 所以这一次的卖出这个项目 会不会引起内地的传媒有什么攻击呢? 如果有的话 这间公司就真的麻烦多多了 不过这个麻烦其实已经伸延了 过来我们香港这一边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有一句说话是挺可怕的 就叫做 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很多打工仔都很怕是什么? 瞒了个上司 因为瞒了个上司之后 游戏规则又重新来过 你又不知道自己 符不符合游戏规则的玩法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很麻烦了 所以中央的政策 可以摧毁了香港的地产股 今天也看到了 另外还有一单的笑话 不过这个笑话 可以用在经济学身上 其实我们说 塔利班够不够恐怖呢? 因为他是恐怖分子 其实不是那么恐怖 这个笑话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比恐怖分子更加恐怖 就是恐怖坟母 所以坟母永远大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现在在我们香港的经济上 已经有一只无形之手了 而这只无形之手 如何在我们香港的经济里面 搞一下搞一下 会搞到什么出来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 在香港投资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再小心了 各位 我又在这个秒头的地方 又写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些新的文章 是要用手机去看的 希望各位 可以在手机里 下载了这个APP 然后 进去里面 你可以看到 有一篇 叫高手 在高手里面 滚在下面 自然就会找到我一篇文章 今天最新一期的文章 我说的是 这个祥和 在印尼这方面 合併了一个大的电讯业务 成为印尼是第二大的电讯业务 我觉得这间公司的前途非常好 因为它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 至于这个详细的情况如何 希望大家给面子去看看 希望你看完之后 可以赞一下个like 留言 或者是分享这条文章 给一些朋友 那就最好了 在这里 多谢各位的榜牆 各位 又有一个新文章 想推介给大家 在我的blog里面 今次要讲的 都是美股的 因为拍片 没什么人看的 反而可能写文章 会多些人会帮衬 今次讲的题材 就是这一间 洛杰马丁 就是专帮美国政府 和他的盟友 制造战机的 最主要的 现在的战机最出名 当然是F35 最近这间公司的股价 由高峰慢慢跌下来 我早前在高峰的时候 卖了一部分股票出去 现在可能是一个好时机 慢慢吸纳 这间公司 我也有在这里分析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投资美股 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网页里面 看一看就可以了 看完之后 麻烦你们看到前后左右附近有广告的 帮我按一按键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各位哈 感谢观看